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的爆料消息是非常准确的 正如此前外界猜测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前往印度出席 将在本周末举行的集团体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发布消息称 应印度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集团体领导人 第18次峰会 在新闻例会上有记者询问 为什么习近平不亲自出席峰会 毛宁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和解释 这是习近平首次缺席集团体峰会 新冠疫情期间 习近平虽然没有亲自前往罗马 但是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了峰会 本届峰会的主办国印度与中国最近几年关系一直紧张 数十年来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 2020年6月两国军队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 导致重大人员上网 前几天也就是8月28号 中国自然资源部网站发布中国新版地图 地图清楚地显示 印中双方存在争议的阿鲁纳切尔邦和洞朗高原 以及受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 都被包括在了中国境内 引起印方强烈抗议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电视采访中 驳斥了中国的领土主张 两国关系重新陷入紧张状态 我一直在爆料的 习明泽在推特上的账号 已经被习明泽自己所证实 他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他老爸在一起的一个合影 大家看这张照片是私密照 只有习明泽才有的 所以说证明这个账户就是习明泽本人的 最近这两天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 一个女孩 她在日本留学 她可能是因为减肥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因为营养不良 她就是饿死了吧 在公寓发现的时候 她已经去世了 那么习明泽在推特上也有回应 因为这个女留学生是反共的 习明泽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她在推特上也是幸灾乐祸 大家看 她说恨国者在日本东京被活活饿死了 恨国者和她的朋友们每天以抹黑中国为乐 然后就如愿以偿润了 在日本穷困潦倒 网络乞讨 食物主要靠救济 甚至捡地上的青霉池 没钱开空调 没钱买衣服 没钱吃水果 身体极度虚弱 最后被活活饿死 那些在海外网络上造谣抹黑中国的卖国贼们 你们小心全都克死他乡 习明泽这个话说的就非常刻薄 堂堂皇上的女儿 堂堂公主 习总的女儿 一点宽容的心都没有 一点水平都没有 这个话讲出来 不难难听 也说明他一点爱心都没有 因为不论怎么说 死者未大 你这样说 真是非常不可适 其水平 其道德 由此可见一般 难怪有网友跟帖说呀 宁愿饿死的外国也不接受你爹的统治 到底谁该反思 是应该习近平和习公主该反思 不是 这些反贼们该反思 我们爆料了习明泽的推特 现在习近平本人的推特 在推特上也有了 他的账号也被我们发现了 大家看就是这个账号 习近平的这个账号 应该是团队运作的 应该就是习明泽运作的 账号名称和习明泽本人的账号名称都差不多 马甲的名字都很相近 再一个习近平的推特账户是获得了国内媒体的认证 国内媒体有认证 说这个推特号就是习总的账号 这是习近平的账号 网友们发现了习近平的账号以后 都纷纷过去留言开骂 习近平这个账号 禁评了 真的禁评了 禁止评论了 关闭了评论 现在就不能评论了 真是习近平不准评论 现在是大家是不能评论了 只能看 这两天突然有一篇新闻 是日本的一个媒体日经周刊发布的 是关于北戴河会议的 也算报了一个内幕吧 日经新闻的报道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出席 即将在印度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高峰会 这反映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 出现动荡已久的迹象 一个前兆 似乎是今天夏天的北戴河会议 这是一年一度的 中共现任和退任领导人 在北戴河海滨度假胜地举行的聚会 当时习近平曾遭党员元老的斥责 日经高级特派和社论作家中泽科二 撰文指出 北戴河会议的非正式讨论 从未正式披露 但今年闭门会谈的细节 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这次秘密会议 与习近平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 举行的前十次北戴河会议截然不同 消息人士称 在今年的聚会上 一群退休党内元老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斥责习近平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 习近平后来向他最亲密的助手 表达了他的沮丧 这次北戴河会议 是在没有党内最知名元老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去年11月去世 而习近平的前任 现年80岁的胡锦涛 自去年10月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被毫不客气的 护送出人民大会堂以来 很少露面 今天的中国并不是最好的状态 经济正已自20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以来 从未见过的方式衰退 房地产行业一片混乱 主要开发商恒大集团的困境 就是一个例证 青年10月例恶化到了今年夏天 中国当局停止发布数据的程度 此外外交部长秦刚因不明原因被免职 外部对外交部长的怀疑仍在持续 这场动荡让许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 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消息人士称北戴河之前 党内元老们召开自己的会议 总结自己的意见 然后传达给了习近平 随后只有几位长老前往北戴河 向现任领导人传达他们的共识 消息人士称 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现任领导人的 面对面会晤是在一天内举行的 元老传递的信心主指是 如果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持续下去 而不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 中共可能会失去民众支持 对统治构成威胁 长老们指出 不能再有更多的混乱了 这些元老的核心人物 是前国家副主席曾秀宏 他是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现年84岁的曾秀宏 在党内仍然具有影响力 并拥有广泛的人脉网络 习近平在受到元老出乎意料的 严厉批评后 与他提拔到要职的亲密助手挤在一起 根据已经开始流传出的信息 习近平发泄自己的不满 并将矛头谢泽 指向了他的三位前任领袖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据信习近平曾说过 前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 都落在了我的肩上 过去十年 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 但仍然没有解决 我有责任吗 不参加集团的峰会 是避免丢面子 习近平决定放弃 即将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面子 和亲人士可能得出的结论是 负责中国经济的总理李强 前往印度集团的高峰会 解决这些问题 另一种看法是 习近平没有出席论坛 因为有人担心他可能会被直接问到有关中国经济表现不佳的问题 习近平缺席集团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似乎无法取得突破 由于美国和中国都无法在重要经济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 习近平很难证明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友好会晤是合理的 在目前情况下 习近平能否于11月份前往美国 因为现在元老们聚会开会是受到限制的 他们现在三个人以上聚会 就要受到中办的控制 要报批 一群元老在北京开会 然后又派出代表去北戴河向习近平下挑战书 这种可能性现在看不是很大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原来的反习派也就是所说的元老派已经彻底示威了 都被习近平打散了 现在反对习近平的不是来自于这些退休的元老 是来自于习家军内部 比如习家军内部异军突起的王家军 王小红 比如现在掌控军队的张右侠 现在这些退位的元老们已经兴不起什么风 做不了什么浪了 所以现在再说什么北戴河传出什么来 现在应该都是不确实的 有人给我发消息 尽管不是报料渠道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 习近平8号他会去东北要到哈尔滨去 而且这次去是秘密视察 他这次去 很可能朝鲜的金正恩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也会秘密到达哈尔滨 中俄朝会在哈尔滨有一次秘密的聚会 主要是研究中国和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战争支持的事情 中国会向俄罗斯进一步提供经济援助 朝鲜可能说要提供军火援助 甚至是直接派兵 这次中俄朝在哈尔滨的密会 大家要多多关注 有可能会有重要的消息在他们这次中俄朝避讳之后公布出来 有什么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再及时跟大家分享 中国的经济现在击中难返 已经面临崩盘了 面临彻底崩盘 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给开了一些药方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刘一辉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观点 他的观点主要是有三项 第一是中央的目标 是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离不开人民币增值和资产增值 仅靠目前的经济动能完成这个目标就非常难 第二是美元收缩周期 日本和印度股指创了新高 这个资金是从中国流出去的 第三M2高了三年 但钱就是不下来 因为货币乘数废了 他说第一中央定的战略目标 是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一方面离不开人民币增值 一方面离不开资产增值 仅靠目前的经济动能 完成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 第二在美元收缩周期 我们的两个邻居 日本和印度股指创了新高 这是罕见的 短期看 这个资金是从中国流出去的 第三M2高了三年 但钱就是不下来 因为货币乘数废了 之前我们有两个乘数发动机 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车子 这俩都有漫长的产业链 他俩动起来才有乘数效应 现在房地产熄火 车子卖不动 就靠吃吃喝喝 是没有货币乘数的 第四之前有两个经济体 出现过这个局面 一个是30年前的日本 一个是15年前的美国 就是我们最好的前车之鉴 我昨天在北京开了两天会 现在就是要全力以赴防止通俗 第五只有中央主体 是晴天之助 只有这唯一的力量 才能把经济顶起来 我个人的建议是中央系统化 体制化的推动企业和个人 进入通俗 这个工具就是立即发行特别国债 特别国债用在哪里 把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的员工 无险一金承担下来 既让企业负担降低 又给居民保障 地方债明面60万亿 隐性的还有140万亿 只有中央揽下 第六现在房地产去库存 远比2015年严峻 现在居民负债率到头了 再负债要批量为约 而穷人上杠杆 风险就要来了 中国家庭不堪重负 不能再加了 就是不能再加杠杆了 房地产库存 还有60万亿平 现在一年只能消化10万亿 只有中央节 七 我建议建立房地产国家 收储资产 作为福利发房子 给孩子多的发房子 夫妻多生一个孩子 就补贴来改善房子 中国出生率 全世界倒数第一 为什么 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没房子 第八 学日本直接下场 买自己企业的股票 别融资了 市场没钱 民间没钱 中央反倒有钱 直接下场买自己企业股票 给股市注入流动性 天天喊中特估 民间哪有钱买啊 自己先买起来 搞股权财政 长期的系统性的 去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 第九 日本央行吃了一肚子自己的核心资产 日本旗的股东就是各大银行 我们的央行肚子是瘪的 央行要是不想干 可以让国开行干 这件事中国必须做 银行天天说自己资产一堆坏账 资产不值钱 股价一个比一个低 哪去持有核心资产吧 必须把钱输送到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中去 不然经济肯定起不来 十 日本的教训就是太慢了 失去了30年 08年美国次贷危机 马上撒钱 半年把利率干到零 美国成功避免进入通俗 中国现在房贷利率还是三点几 一套房房贷省了几千块 老百姓没感觉 十一 美国30年都没有通胀 货币宽松搞过好几次了 怎么这会儿通胀了 原因是短期中国廉价产品过不来 俄罗斯又搞能源危机 中美不和解 一个通胀一个通缩 两车相撞就是新冷战 美国暂时靠加息挺着 但是没产能挺久了也不行 中国反通缩能不能成功 要看能不能拉起来需求 十二 总结就是 内部问题要解决靠中央发力 一解决房地产库存 二直接融资搞股权财政 三承担民生搞福利 对外还是要争取和美国和解 刘一辉他说这些办法 他也是想瞎了心了 中共不会按照他建议的这些去做 首先一条就是不能跟美国和解 包子现在东升西降 跟美国斗得不亦乐乎 他怎么会去跟美国和解 他这满脑子斗争 唯我独尊 唯我独大 他跟谁去和解 所以说没法和解中国经济也就没法搞好 只能看着中国经济走向崩盘 又到欢乐环节 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 看这个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 成为2025年中科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网友评论说连屠幼都没当上院士 获得诺贸奖的屠幼都没当上院士 如果石正丽得了 那只能证明他贡献比诺奖还大 猜一猜他有什么贡献 网友回答说石正丽有什么贡献 就是减轻养老负担的贡献 网友说恭喜你 你答对了 石正丽就是干死了很多中国人 减轻了政府的养老财政负担 看这个这是国家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目标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9月4号上午国家发改委负责人 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议上表示 近日中央编制办正式批复 在国家发改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网友评论说又设了个局 给民营经济设了个局 专为民企设个局 这是天涯论坛的帖子 你现在出门去扛着一台摄像机 随便找一个外卖员 一个流水线普工 一个扫地工 或一个贫困学生 帮你排纪录片 你甚至不需要剪辑 不需要解说 不需要旁白 不需要滤镜 不需要任何后期之作 仅仅只需要把镜头摆在那里 排摄他们的日常生活 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东西 得到什么东西呢 是一部近片 只要你排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你就会得到一部近片 永远不会上映的一部纪录片 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太惨了 不可能让你播出的一部近片 我们最后再看这位东北的小姐姐 她是怎么定义贪官的 把我们老百姓当敌人 怕老百姓讲真话 讲实话 觉得老百姓是刁民 不接受百姓的批评 这样啊 只能证明你们心里有鬼 你们心虚 你们嘴里喊的是正义 心里盘算的却是利益 人前你们想的是规矩 背后呢 你们走的却是关系 表面上啊 你们是一身正气 背地里呢 却是花天酒地 你们骨头里的肮脏不堪 却觉得自己是个正义的天使 这就是啊 所谓的汤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